大家好,相信不少人已经听说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美国要求引渡的案件已经正式开始受理了。 此前,加拿大BC省高级法院驳回了孟晚舟律师对于引渡案件合法性的上诉。 那我想借此机会简单谈一下整个案件的背景以及这次上诉被驳回的原因以及细节。 关于这次的指控和引渡是否合法呢,大家应该是有自己的意见,那我也不会把意见强加给大家,大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那我只是会同样谈一下整个引渡案件所带来的后续影响。 那孟晚舟在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转机飞往墨西哥的途中被温哥华的警方扣押。 那到2019年1月28号的时候,美国的检方正式提出要求引渡孟晚舟,那至此加拿大警方澄清是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对孟晚舟进行扣押。 那扣押的理由呢,是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涉嫌在香港向HSBC和汇丰银行造假掩盖华为与伊朗进行贸易的事实。 那这一点,第一是没有在法院有任何的证明过,第二呢,华为本身也否认这一些。 那由于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被扣押的,那中国政府以及华为呢,都向加拿大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 但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有双方的引渡条例,所以说加拿大政府给出的理由呢,是这个引渡条例是有限制性的,那必须要遵守。 从这之后引发了一系列上面的外交冲突,以至于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处在非常低的底点。 那在此之后呢,有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扣押,分别是Michael Kovic和Michael Sparwell。 那中国给出的理由是这两人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虽然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明,但不少人认为呢,这是一个类似报复的行动。 与此同时呢,在加拿大这里,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对这个引渡的过程呢,提出了上诉。 那请大家注意,法律团队只是针对孟晚舟的这个引渡的程序提出了上诉。 所以在5月27号,今年的5月27号,加拿大BC省的最高法院所判出的驳回上诉的宣言呢,只是针对这个程序的合法性的上诉驳回。 所以并不代表孟晚舟立刻就要被引渡到美国去。 但与此同时呢,在加拿大有了两批非常有意思的人群。 一批人群在强烈的要求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 那还有一批人群在强烈的要求加拿大立刻遣送孟晚舟。 那这两批人群的背景都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猜测一下。 那我所能知道的就是两方对于一个可能牵扯到加拿大跟美国的外交, 但是对于本身加拿大人的在加拿大生活影响非常小的事件这么有兴趣, 那背后是肯定有人支持的。 那孟晚舟这次败诉的原因呢, 实际上也跟就是加拿大本身法律的程序是有关系的。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出的辩护是, 本身孟晚舟的这一个行为是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 但加拿大并没有对伊朗进行贸易禁令, 所以说这个行为在加拿大本国是并不犯法的, 那只能说美国人尤其美国的检方把加拿大的法律摸的是非常非常的透的, 那他们的指控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有一点投机取巧的, 那首先他们指控的是孟晚舟涉嫌伪造自己未曾与伊朗进行贸易, 华为未曾与伊朗进行贸易的证据, 那相对来说司法独立而且更注重程序正义的加拿大法官呢, 则认为那造假本身这一个罪名你在哪里都是成立的, 因为美国没有指控他违反伊朗的禁令, 而是指控他造假了, 所以单作为法官来说觉得这个是可以审理, 那不代表说这个已经定案了, 那整个上诉和引渡的过程也要判这个美国是否能提出华为涉嫌造假的证据, 当然孟女士的行为也有一点怎么说呢, 用比较流行的话讲叫no做no day了, 那在5月27号前的周六, 孟女士跟一群应该是支持者一起合影拍照, 然后比出胜利的表示, 那这是在判决之前, 那对于一个还没有结案的案子, 那显得这么信心十足, 然后孟女士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大机构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同样她也是华为创始人兼董事长的女儿, 那很难让一般的平民百姓不造成反感的情绪, 同时有不少加拿大平民也认为这种行动让法官也很难做出其他的判决, 如果法官立刻判决觉得他本身应该被释放, 然后这个引渡条例不成立的话, 那肯定有人会指责法官收了华为的钱, 虽然加拿大标榜司法独立, 所以这一点呢很难说是说有足够的证据, 但是不得不说在这个还是穷人多的社会上, 这么就是有一点太过高调, 然后本身又是一个富人, 那很容易引起人仇富的情绪, 那大家不能看出来, 加拿大在这整个过程中基本上只是实行了一个执行者的身份, 那本身由于加拿大行政跟司法相对是独立的, 那政府对于法院的判决的干涉力是不算特别大的, 那可以说加拿大政府为了不谈这汤浑水很不想把自己牵扯进来, 但问题在于美加的关系现在这么微妙, 那中加的关系呢由于这个原因又现在变得这么差, 很难不让大家猜想那美国起诉孟晚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因为真的觉得他犯法了, 还是说觉得第一华为是说现在在全世界推销着华为自己的5G的基础建设, 这跟美国本身自己的利益是有冲突, 第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仍然在继续, 美国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想要拿到一张能针对中国的筹码, 那这种状态下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可以说怎么说呢, 现在基本上从种种行为上都显示出来自己可能并不在乎自己的形象的美国政府呢, 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第一拿到了一个对中国的筹码, 第二成功的间隙了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 可以说整个事件内首先要在加拿大这一方为整个事件负责的呢, 应该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那特鲁多一直是想避免去干预司法程序的, 尤其是在前几年发生的政府涉嫌干预司法部长的独立性的事件中, 特鲁多可以就是说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批评, 但在这个事件来说呢, 加拿大本身的利益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唯一一个能够站出来同时对法院的这种裁决进行一定合理, 而且合法干涉的呢只有加拿大的总理, 同时呢身为加拿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Freeland, Christia Freeland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身为一名资深外交官以及副总理, Freeland这个时候应该有足够的领导性来建议总理去做出一些决定, 因为你不能指望法院, 尤其是加拿大这种体系下面的法院, 去考虑一个国家对外外交上面的这些影响, 那在加拿大这种非常非常讲究程序正义的法庭里面, 基本上法官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那应该考虑这些的应该是政府, 可以说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时候为了避免避嫌, 避免受到反对党以及加拿大民众指责说政府迫于中国的压力做出一定决定, 那不愿意做任何的这种干涉的行为, 但可能这种明着保身的态度对加拿大可以说是百害无一利, 因为中国的政体跟加拿大是不一样的, 那中国会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来针对加拿大的这种产品啊, 出口品, 从而使加拿大的经济受到打击, 同时虽然因为美加的引渡条例呢, 本身从程序上来讲, 美国引渡孟晚舟并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 但第一, 孟晚舟毕竟违反的这个法律, 在加拿大并不成立, 因为加拿大没有对伊朗进行禁运, 那第二, 在本身对加拿大百害无一利的情况下呢, 美加之间的这个引渡条例是有先例的, 政府可以出面去介入这个引渡的过程, 从而把它截断, 那政府可能由于各种的考虑, 不愿意背这个责任, 那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反映出来现在的加拿大政府确实, 缺少一些就是主动和独断的魄力, 但问题在于, 现今的加拿大各个政党里面, 可以说反对党有可能做的还不如执政政府好, 他们可能更没有就是这方面的魄力, 尤其保守党跟美国走得非常紧, 他们有可能会加快这个引渡的过程, 甚至是一边倒的站在美国这方, 那所以说作为一个可以说在中美这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夹缝中的加拿大, 现在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两方都不愿意得罪, 似乎可能反而倒是两方都得罪了, 到最后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但单就5月27号法院判决孟晚舟的引渡案件可以进行这一点, 那只能说美国人很聪明, 美国人研究就是美加这类的法律研究的很细, 那你如果说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法院有什么刻意的事情, 那这一点有点冤枉他们了, 你可以说加拿大法律系统很傻很天真, 但是它正由于是这一个结构, 所以说被玩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大家可能会对此事件有着不同的见解, 那希望大家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 那至少在我来看, 这不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反映出来, 当一个国家可能太过于注重这种君子游戏的时候, 偶然另一方出现了一个小人, 你是很难去应对的,